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有這麼多神童又中了 厲害 我之前說過,把西有很多惡語錄出來 錄出來什麼 又上水面 是,錄出來的 又上水面 我是南美,每個星期內別有大災 這個Mexico Mexico,這個地震 厲害啊 又是淺層地震 全球枕魔鳥 震散我耳幕 現在周圍都有極端天氣襲擊 日本那邊也很大 日本有什麼事? 有超強颱風吹過去 重創日本 嘩,真是誇張 原不了,原不了 請大家支持我們的廣播 不問計Place on,沒有廣告 那繼續都會跟大家說 英女王昨天國狀有很多花邊東西要跟大家說一下 例如,原來 現在最有錢的英國皇室成員 你知不知道是誰? 碧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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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搭巴士去西敏子的 整班國家元首 怎麼搞的 人家一國之軍 你叫他來送你英女王 叫我搭巴士? 不是吧? 真是離開大嫂 我們看看事情是怎樣 真是搞到烏尼麻煞 另外說到 英女王昨天那個葬禮 有很多不同的周邊 又說 有個年輕人的樣子 好像那天威廉年輕人的樣子 一樣那麼英俊 更加有人說 梅根 哭成類人 哭得粉底 真是浮出來 散了 那個妝 有人就說 梅根是演員 當然會找位 好氣 好氣 又會不知道要用防水的 那些妝 明知自己哭又會選不防水的 這樣 嘩 那些時候 秋淨梅根 不放過梅根 那整件事是怎樣呢 更加有香港人 厲害了 說給大家聽 說吧 怎樣去悼念英女王 就是這些移英港人 厲害 那 你知道英女王是什麼教 什麼教 基督教那些 是嗎 但是呢 有個移英港人呢 幫英女王你做什麼 做什麼 銷售包 什麼 裝燒東西給他 燒東西啊 燒東西給英女王 還要填英女王的地址 這樣的嗎 有人就說 喂 大哥 鬼婆 喂 基督教徒 人家 這樣的嗎 行不行 你猜Whatsapp 你Whatsapp 發個微信 你猜不收到 收不收到 這樣 真的好笑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這些東西 好嗎 又趣 又趣 另外說 也會跟大家跟進烏俄局勢 現在俄軍 攻擊烏阿南南部另一座發電廠 嘩 想炸淋核電廠 那就糟糕了 會不會核戰這邊 如果核爆呢 污染人類呢 這些都要跟大家 逐一跟進 先講 有很多人 嘩 那個鱷魚爬上去 不知道 那些岸邊之後 轉過頭 就台灣地震 再轉過頭 嘩 就墨西哥地震 有沒有這麼巧 就會這麼巧 一起震 台灣都雖然還有些魚震 但是你現在墨西哥那個7點幾級 不夜少 7點6級 嘩 它還要呢 恐怖 恐怖在於是什麼呢 原來呀 9月19日 在墨西哥曾經發生過兩次大地震 兩次大地震 他們呀 1985年和2017年同一日 都是9月19日 都發生過大地震 這件事呢 也說到在這次墨西哥城 剛剛才舉辦了919強震周年紀念的演習 想不到昨天 他們在搞這個紀念活動 叫做地震演習的時候 又震多一次 連續三年同一日都有大地震 嘩 你真的信不信邪 經常說事不過三 它現在已經去到第三次了 會不會就完呢 我們不清楚 我們先看看這個 這麼邪門的事情 又是919 這部字這麼寫的 墨西哥當地時間 19日下午1點05分 發生規模7.6級的地震 震源深度只有15.1公里 是屬於極淺層的地震 台灣也是 走一個極淺層的地震 他們首都墨西哥城都感到震動 太平洋海嘯警暴中心 針對哥倫比亞、哥斯達尼加、阿瓜多爾 以及薩爾多亞 在周邊的地區 巴拿馬、地魯等 這些沿邊的海岸線 都發出一個海嘯的警告 警告墨西哥一些沿海地區的海嘯 可能高達3呎高 哎呀,厲害了 雖然震動那麼強勁 但是暫時 就不像台灣那邊 震到散散的那些遠無求場 但是,剛剛說到 喂 919在他們當地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日子 因為1985年和2017年都發生過大地震 當時1985年 在墨西哥城 發生過規模7.8級的大地震 17年 也在墨西哥市附近 發生過規模7.1級的地震 正正 今次呢 又整一次的 哇,那你說真的邪不邪啊 7.6級呢 極淺層地震 所以當地的民眾嚇到聲音都不敢出聲 而他們以為是否得罪了神靈呢 哎呀,這些事情 又不要說得罪神靈 不過 事有臭口 又會這麼巧的 難道是天有什麼訊號給我們呢 我們真的不清楚 幻覺來的 幻覺來的 印度神童都跟你說 今年啊 那些極端天理現象啊 停不了的嘛 哪有得完啊 哪有這麼快啊 鬼叫你們啊 哈 這個地球不好嗎 是吧 那怎樣才叫好啊 吃多些show 做多些好事了 但除了墨西哥那邊地震之外呢 日本啊 現在呢 受到這個超強颱風 南馬都呢 吹襲的 重創日本啊 哇,真是大Q 這個南馬都呢 帶著狂風大躁 宇宙重創日本的西南部 引發泥石流 超過三十四萬戶停電 列車大受影響 而說到宮崎縣國庫丁水 水浸一片大... 哇,整個大海啊 變道 有傳啊 現在看到路徑呢 那個颱風啊 轉去北上啊 吹上東京啊 亦都估計啦 這次 南馬都 超強颱風 會在日本中心 重創他們的工業中... 心臟啊 哇,那就大件事了 嘿,那... 而這次呢 南馬都 這個超強颱風呢 造成啊 兩個人死亡 一個人失蹤 嘿,最少呢 一百零八個人 就受傷了 日本電視台報道 一名男子被人發現浸死了 在車裡面啊 為什麼呢? 水浸啊 車被淹沒啊 另外呢 一個男人呢 被這個山泥傾射呢 摘死了啊 而新幹線呢 由於啊 他受到這個颱風的侵襲呢 要停運的 嘩,真是恐怖了 看到他呢 水漲船高啊 全部都... 很可憐 沒辦法啦 這個極端天氣到這個時候 九月、十月啦 對我們來說 風季都沒過的 不過可能 日本又是不是會過呢 這件事就不清楚了 但是 他們的氣象廳 對這個宮崎縣的河川水位呢 就發出警告 警告啊 他們附近一些地區呢 過去二十四小時 即是一天的降雨量呢 一天降雨量 是足足整個九月的降雨量 嘩,想起到恐怖了 另外啦 他們警告了 公祈縣的居民 九百六十萬人 要緊急撤離 真是恐怖了 唉,那就影響到全球的事了 那跟大家說一下 影響到全球的事 除了颱風、極端天氣之外 英女王、國壯 也是全球觸目的事來的嘛 全球那麼多人 各國領導臣都過去參與 高別 英女王 是吧 但是 你為何要人逼巴士呢 很奇怪啊 這件事 人家有頭有臉 都是車的嗎 嘩,你叫 即是怎樣 領導人 拜登啊 叫 他們都是回答這些 對不對 我們看看究竟 為何要人逼巴士呢 這麼奇怪 好人 有人說 現在 你別搞錯 畢竟我也有眼耳口鼻 這五百多個全球元首領袖 是不是 就 被迫 因為 英國的安排 所以他們只能坐巴士出席 有土耳其總統呢 有傳 就說他 你要我逼巴士啊 我不來了 我找外交部長來了 這樣啊 不是吧 真是恐怖啊 為甚麼呢 因為英國政府一早就強烈建議 各國領導應該坐商業航班 跟著把專車停放在西倫敦之後呢 就跟其他元首一起坐官方巴士去西敏子的 但是 很多來賓 即是叫做元首 都不是年輕的了 你英雷黃九十幾 你以為我們的元首很少嗎 是 很多都七八九十都有嘛 是吧 你叫他逼巴士 你就是欺負他 但是呢 但是呢 原來啊 美國總統拜登 以色列總統呢 就獲准坐自己的專車去啊 所以 有部分國家元首就覺得 喂 你只是大小超而已 哦 這些你的朋友 你可以叫他自己坐私家車 我不是你的朋友 你叫我逼巴士 你只是欺負我而已 所以有報紙就說 現在引起一些外交反彈的 那麼 根據外國傳媒報道 最少有五個國家的外交官 希望自己的國家元首 可以得到例外 還有些領袖呢 認為啊 你叫我逼巴士 簡直是一種侮辱 侮辱 這樣啊 這些安排又是失禮的 是吧 那麼有官員 英國官員就透漏了 他說了 全球五百多個元首都說想坐自己的車 他打算巴士都幾百萬而已 是啊 但是 他就說了 喂 為什麼拜登可以坐自己的車呢 他說 根據安全 考慮做這個決定 是不是大小超呢 就無關的 但是 你又是衰的 叫人逼巴士 這樣 你不是搞得人在那裏 趕巴士追巴士 整件事很難看 都沒有難看的 讓他感受一下平文 平什麼文呢 他就說 早知不練 就這樣 別管了 我們說一下 除了叫人逼巴士之外 逼巴士 嘩厲害了 這一次 伊麗莎八二世 真是英女王的葬禮 整個完成了 他跟他老公 菲利普親王 最後終於團聚 這樣說了 整個流程都搞得很晚 即是他的香港時間 更加 講到其中一位 十四歲的皇室成員 成為焦點 因為他的樣子 很像威廉王子的年輕 師生子 不是師生子的樣子 很像而已 師生子又師生子 嘩 這位 愛德華王子的兒子 十四歲的兒子 蔡文紫爵 詹某士 厲害了 就成為焦點 因為他的樣子 跟當年出席 彈娜王妃 葬禮的威廉王子的樣子 有點像 親戚 當然是像 大家年輕的時候的樣子 覺得他低頭的側面有點像 你問我 髮型很像 大家都是這樣 當然 大家就說 立刻勾起 威廉王子 年輕的時候的樣子 你用什麼 用什麼 這麼大人生子 在家 想什麼勾起 大家的回憶 不過現在的威廉王子 的確沒什麼頭髮 是真的 是吧 說起他 沒有頭髮 不代表沒有辦法 他說 我還有旁邊的頭髮 又是自然有辦法 他也比他老爸 查理B 厲害了 這位 說起最搭水的皇室成員 原來是威廉王子 他淨資產呢 大概有10.5億英鎊 大概有94億港幣 已經爬了他老爸 查理斯三世 即是英王查理斯三世 九億鎊 的身價 他厲害了 為什麼呢 原來自從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離世之後 威廉 繼承了 他爸爸擁有 長達 六百八十五年歷史的 康雅爾公園領土 哇 他是領土 另外 他在1997年 繼承了他媽媽 大安娜王妃那一千萬鎊遺產 2002年 也繼承了他曾祖母伊麗莎白皇后 那七百萬英鎊 哇 你只是 只是代這些身家呢 即是叫成計遺產 都 幾億幾千萬鎊 是吧 用不著做呢 但是 說到原來 英王查理斯三世 他成為君主之後 他繼承了一個有六百七十一年歷史的 南開斯特公園領土 即是他們是 好似人家以前 古代 中國那些 劃分領地 在那裡 繁王 這些地理的 什麼 親王 舔親王 這些地理的 這樣 但是 有人就說 你按照道理 英王查理斯三世 你身家只有九億鎊 不夠你的兒子厲害 十幾億 你的兒子有 但是 至於哈里梅根呢 現在估計 他們 由於 都已經脫離了 叫做 英國王室 他們現在能夠有的 為什麼會脫離 他們自己宣布 是嗎 是 梅根和哈里 自己說要離開 那說他做什麼 但是他繼續回來 都是要什麼 他們有多少身家 預計只有二千萬磅 他們主力 在Netflix 做這些生意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 這個梅根 都不知道是不是跟一些 美國的媒體 做這些交易 爆些黃色的資料 更加有人就說他 你看他 哇 梅根 哭到臉腫腫的 你的妝 哇 都掉了 有沒有搞錯 有人就說他 他這個 是演員 梅根 當然是好戲 但是 之前有人說他 在 看見英女王出席的葬禮的時候 偶爾有陰陰嘴笑 被人拍到陰陰嘴笑的照片 覺得他很 對皇室 英女王很不尊重 是不是 當然了 但是有人就說 其實梅根和哈里 本身都對英女王 都是很敬愛的 那 今次也有人見到 梅根哭成類人 哭到妝花了 是不是 當然 有人就覺得他是假 有人就覺得是真 真真假假都好 我們呢 是不會知道的 是吧 當然啦 有些事我們都是不知道的 什麼呢 就是講到話了 香港人 燒這些金銀衣紙給英女王 在哪裡燒呢 我們看看究竟 就是 嘩 嘩 在哪裡呢 有一個網上叫 應該是 萬成港銀谷 就是在英國的 二英港人的Facebook專頁就說 有市民 有市民 香港市民按照傳統 燒那些燒衣包 就是整個 那些package 那些 一包好那些 就說燒給英女王 有人呢 就放了上網 就看到了 就說 是給 那個衣包 就是這些 小衣包呢 就是給 英女王 伊莉莎伯 兒世 更加呢 厲害了 有中英文對照的 嘩 嘩 英女王不懂得看中文啊 就寫了英文 那更加啦 那個名字上面 有一串地址啊 就說 是英國 英格蘭倫敦府 5號 虛史布魯頓街17號 這個地址呢 就不是英女王 之前 就是叫做生前住的地方 而是英女王的出身地 嘩 就是你說厲害啊 香港人認識的那些雜族呢 我不是很熟悉啊 就是你對於這些消名的東西 是不是要寫他的出身地啊 寫那些時辰八字啊 等等呢 寫齊了 然後才燒下去呢 就說 見到 那個燒衣包的左邊呢 有一串很長的文字 那更加就說 什麼啊 英女王 細細的地點啊 甚至乎 什麼都寫齊了 就是整個英女王 那個叫做 叫做 她的舉笨 那個整個流程 詳細寫了 這個燒衣包上面 這個燒衣包上面 那有人啊 就 非常細心啦 是吧 但是有人就說 喂 你這些燒衣包 是燒給先人和祖先的啊 你燒給那些行文野鬼 又不適用的啊 是吧 原來啊 正常人呢 都會把先人的名字 甚至乎那些稱呼 寫在一個燒衣包的中間 再寫了農曆的日期 右邊寫了親屬名 亦都可以附戰人的名字 例如什麼 孫女等等等等這些東西 但是呢 大家都覺得 喂 華人燒給外國人啊 受不受的啊 你的頻道好像不對啊 有人就說 一件事 你見昨晚 英女王國葬的儀式 天主教的啊 一唱那些聖詩呢 我啊 昨天我一聽那些聖詩呢 好像那些 那些年輕人在那些 上學那些什麼 崇拜啊 那些人在唱歌那些 那些感覺啊 哇 對 天主教啊 還是基督教的啊 那你 現在你燒衣 我不知道是屬於道教 是吧 道教的東西 你燒給 道教燒給基督教 好像不對啊 有人就說 你華人燒給英女王 如果要兩個教合體呢 就要燒給那間教堂了 哈哈 有人就說 還有 你華人地府和西方 西人的地府 對不對啊 會不會那個炎王是 翻鬼佬來的啊 這樣啊 好啦 當然 有人就說 這些東西 講心的而已 其實收不收到 我們都不知道 這些都是 有趣的東西 就是 香港人 燒衣給英女王 奇怪 奇怪的事 另外 都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跟大家講講 烏鵝局勢 烏鵝局勢 現在俄羅斯 是不是想 全民一起 一鑊熟呢 它 再攻擊 南部一個核電廠 那 攻擊起來 就不得了 爆起來 俄羅斯軍隊之前 攻擊過 澤波羅列核電站 更加有報道指出 南部另一間核電廠 都受到俄羅斯的攻擊 俄羅斯軍隊 對烏克蘭南部的核電站 進行導彈攻擊 損壞了核電廠附近的設備 而烏克蘭的原子彈公司 就發表聲明 幸好 雖然 是擊中了附近的 但是沒有擊中了三個反應堆 嘩 真是不小心 撞到一個就不得了了 到時候 有人說 其實俄羅斯很聰明的 怎麼會炸爆你的核電廠呢 一爆起來 它自己都難逃一劫 對吧 但是這次呢 也有一個危險的 雖然他們這些打仗 好像偶爾弄兩下 但是我們都非常關注 他們會不會弄了核爆 對吧 原子彈公司說 在烏克蘭南部 尼古拉耶夫 附近一個南部的核電站 300米範圍裏面 遭到俄軍的導彈攻擊 嘩 其中爆到一個2米深 4米闊的洞 幸好 反應堆還正常運作 原來啊 這個南部的反應核電廠 是烏克蘭第二大的核電站 僅次於 之前被俄羅斯打散了 的雜波羅熱核電站 嘩 究竟它想怎樣呢 有人就說 俄羅斯一直對烏克蘭的發電 輸電裝置 不停轟炸 打算斷電 但是始終都危險 你這樣打發 一會兒 真的不小心 有一點風吹 吹歪了那支炮 像金仔一樣 炸了我旁邊就一鍋熟了 另外呢 跟大家說一下 拜登 不是日前宣佈的嗎 就說 他說疫情結束 對吧 那 他們疫情結束 不關我們事 但是有人就說 他這傢伙 你不要以為他傻 他不知多聰明啊 拜登 什麼事呢 原來啊 有人就說 拜登這個時候說這件事呢 是為了中期選舉拉票而已 是不是啊 那我們看看究竟 是不是真的 原來啊 根據美國疾控預防中心呢 這樣說 目前美國有95%的人 不是接種了疫苗 就是感染過病毒 所以啊 群體 免疫力 是捉起了一道屏障 但是呢 每天都有四百多人 是死亡數字 大部分都是老年長者 那 他們就覺得 這個死亡數字呢 都不能看小的 那 有華盛頓郵報 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如果真的 好像拜登所說的 疫情結束呢 會對 有一千五百萬人呢 因為他現在是受著一個 叫做美國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零 他們受惠的 因為這一千五百萬人呢 因為Omicron影響到他們引發起的病症呢 他們看醫生呢 是有資助的 但是如果拜登一說結束 而政府又好像他們這樣說結束呢 這一千五百萬人呢 就會失去資助的 另外啦 有人就這樣說 這個叫做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呢 他就覺得 現在他們中期選舉呢 還有五十天 就是兩個月的時間都沒有 拜登無端端在這裡說這句話 實情啊 是安撫一群抗疫疲勞的美國人 希望呢 到時候呢 能夠 投他一票 這樣說 那 是不是也好啦 那你說覺得 是做些事情也好 怎樣也好 想加分 就做一些事情 別人覺得認同的事 那 接下來 正如 現在香港 每個人都叫你 叫你開關 大家都是想你快點開關 大家都是做一些 大家都想做的事情 那 今集呢 時間是這麼多 接下來還有些天災的 真是很恐怖的 是吧 天氣不且預期 講到這裡先 昨天的網友說我 最後唱歌很過癮 是嗎 唱什麼 不要啊 隨便說唱幾句 昨晚唱了嘛 好 這樣 再唱吧 再唱 拜拜